那就不要上街啊 不要搞民主運動了 因為你不能把統治者的喜怒好惡 設置為你的行動的底線 你不能把統治者不喜歡或者生氣了 作為你的激進或者理性的一個劃分的界線 因為我到哥倫美大學之後 我也很想搞清楚到底89年做錯了什麼 那王丹先生出來的時候 他說政府有罪 選手有罪 我就告他說不要去認什麼錯 因為在當時我們在做比較的時候 我今天說一下 所有作為這種比較的人都知道 不是說1989年中國學生上街了 別人沒有上街這些民主化轉型的國家 90年3月的野百合不也上街了嗎 也不是說統治者好像沒有答應學生的要求 或者政治運動的訴求 然後他們就退出去了 然後統治者沒有開槍 而中國的學生沒有答應訴求 在那兒隨著統治者開槍 其實中國和其他地方最大不一樣就在於 他們的統治者永遠交出政權也不選擇開槍 而中國就碰到了一個該死的鄧小平 他開槍了 他下令開槍了 就這麼一點區別 當50年代 60年代 70年代 80年代 那些國家的統治者也開槍著 包括台灣也失敗了嗎 那你能去指責說他們就不該做那件事情嗎 他永遠去做這種順民和臣民嗎 我覺得不能這麼說 因為民主運動的成功一定要大規模的街頭政治崩潮 我們永遠不知道哪一次你可能會成功 但是你要是說因為統治者可能會鎮壓 你就不去做了 那就永遠不會有民主化這一天 想靠什麼所謂的頂層設計 一步一步的全民那種像學術討論式的進入民主化 這種民主化沒有 王大雄 你的觀點呢 我覺得當初如果當初現在回過頭來看那段歷史 也許有可能有跟後來鎮壓不同的一個結果 你比如說如果當初真的是學生真的成功的 全面從廣場撤下來了 那至少就是長安街上的屠殺政府至少就做不到 因為天門廣場和長安街上都沒有人了 對此包括我跟王軍濤 我們當初也都做過一些努力 希望勸當時的廣場上的學生可以撤出廣場 所以當初如果撤出廣場 這個結局是有可能不一樣的 但我只是講有可能這個歷史 我們也很難去下這種完全的這種定論 但是從總的原則來看 我覺得中共的鎮壓那是不可避免的 即使我們從廣場上撤下來 我想至少包括我們這些當初帶頭的這些學生 被逮捕被開除 那麼即使從黨內的所謂的開明派標準來看 我想在這場學生運動之後 即使我們採取了不同的做法 說馬上就能夠開啟政治改革 整個中國就開始走一條不同道路 我現在來反思我也覺得可能性也是不大的 換句話說就是當初即使我們有了不同的選擇 撤出廣場或什麼之類的 但對整個中國發展路徑的影響 也不可能是即時性的立刻就會發生 或者是像我們想像的那麼美好 這個其實我不太贊成這個的思路的 還有一個原因就在於說 在一個極權體制中實際上民眾一直在一盤散沙 他們在沒有任何的場合就訓練了那個政治 所以一旦運動一轟而起的時候 就是像法國的那個寫群盲那個人說 在這種情況下你根本就沒有辦法做到 我們事後反思所要求的那種理性 就是說你要說地球要沒有吸引力 這個實際上三分之一可能就不會死了 因為它不會摔死不會被砸死了 問題地球就是有吸引力 運動本身是有它的邏輯有它的規則的 就是說這種一轟而起的運動 你想讓它做到理性收發自如像學術討論量 那是不大可能的 因為當時就像王登先生也說 我們真的是做了很多努力 也在那種努力失敗之後 我曾經想過說我們有什麼策略做的不對 我們也沒有什麼 說實話把一場大的運動 在天門廣場控制到那個範圍 中國的警察全撤出去了 但是能夠到開槍那天指 北京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給政府一個藉口讓它藉著進來 我覺得這也算是一個奇蹟了 但是政府它就還是把它給鎮壓了 但是你真的想做到說 比如說我就也想過說 讓王登他們撤出去 柴林他們撤出去 那在運動中 做過運動的人都知道 那就更激進的人就會填補這個真功 這個運動不會老百姓就真的全撤出去 而一旦政府開槍之後 學生又會都 其他人又都回來 所以烏尔開希在跟李鵬對話說了一個 他說如果只有1%的人不撤的話 那麼這個運動其實就沒有辦法截住 其實他說了一點 90%人會撤 他們就走了 他們不會強迫這1%人撤出去 而這1%人如果待那 如果但政府真的鎮壓他們 那90%就回來 1980年發生的事情就是這麼一回事 而其實全世界在有這種運動的時候 也是這樣的一個機制 就是你那些有理性的人 你當時是沒有辦法把那種出於正義感 強烈的正義感投入到一種運動政策來 把他們給勸出來 對了… Jahre… 對…